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今天这条片我想讲几宗中国大陆小粉红和义和团2.0又再七出国际的笑话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请大家支持我们 言归正传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经常讲大陆小粉红和新义和团那些坏东西 是不是没有新闻说呢 各位不是没有新闻说 而是大陆小粉红老粉红 闹出的笑话 真是沉出不穷 日日新鲜 放下不说 真是有点可惜 另外 这些小粉红和新义和团的疯狂行为之中 也可以透视出大陆人现在的心理状况 我们研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除了掌握一大堆数据之外 也应该掌握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的心理状况 这样才可以看通看透 吹吉避空 所以我经常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去研究习近平这个皇帝 我企图去看穿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为什么会这样决定 亦因此 分析小粉红老粉红 闹的笑话 你就知道大陆人 到底是怎样想法 怎样回应世界的变化 而最后你可能更加准确地 推算到大陆人 将会做些什么 话说 12月15号 世界杯 亚洲区外围赛 中国就对印尼 这场是青岛踢的 中国主场 之前中国连输三场 最惨是什么 是对日本那场 7比0吞了7弹 充分发挥 主席提出的 身质吞弹力 之后中国对沙地输1比2 对澳洲输1比3 所以是小组包尾战体 这场中印之战 如果中国输 就出局了 轮世界排名 中国队排 FIFA 111位 111位 印尼 就是133位 所以中国队应该是 看高一线的 结果中国队开球 领先两球 跟着 再给印尼追回一球 中国国足终于赢回一场 暂时就不用出局 其实这场球上方都踢得很火爆 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重点 重点是中国球迷不停向印尼球迷 大叫 中国永远是里巴 中国是你老豆 这场面这两天成为亚洲媒体的热门新闻 甚至成为亚洲的大笑话 大家想想 没错 中国印尼交手13次 中国赢了九次 但是 赢了一场球 不用说中国永远是里巴 大佬 不用那么牙策 说真的 就算一队 长胜无敌的球队 赢了一场球 也不用说永远是对手的老豆 再说 中国国足根本是一队 人所共知的 长败足球队 长期都输球多 一队常常输球队 终于赢了一场 就可以害得永远是对手老巴 这种表现 不止狂妄自大 可以根本 说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失控 是失控来的 这个情况 令我不禁想起老顺的亚Q正传 代入现在的时代是怎样呢 就是一个二十岁的大陆排骨仔 打下一个七八岁的弟弟 然后大叫我就是世界拳王 太神年轻时都怕了我 也不够我打 然后再跟弟弟说 年轻我吃硬你的 年轻你下次见到我 你不叫我老豆 我再打祸金的你 现在中国球迷的小粉红 就是这样的场面 各位大家有没有想过 大陆的球迷 为什么向印尼 说出中国永远是里巴 我的分析是 在大陆人的潜意识 中国人 就是所有亚洲人的祖先 所以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 越南更加是中国的 印尼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自古以来 都是中国的 所以仓井空都是中国的 所以大陆人说自己 是某某人 某某国家的老头 他们不觉得搞笑的 不觉得是丑的 因为潜意识里面 他们真是相信 整个亚洲 自古以来 到时是中国的 中国是天朝 亚洲其他国家 只是脱离了天朝 暂时脱离祖国 大陆人觉得 仍是其他国家的老豆 不是一种 拿白卡的行为 这是我第一点分析 第二点 是大陆的小粉红 和新义和团 一开起来 就完全忘记自己的不足 自己的缺点 我们正常人赢了场 当然开心 但不会马上觉得 自己是天下无敌 但是大陆人 他们赢印尼一球 一球 竟然可以忘记自己 给日本队数七比零 吞了七只蛋 如果中国赢印尼一球 已经永远是印尼的巴 日本队是什么辈份 什么辈份 日本队兴取中国七球 不止是中国队的老豆 不止是老巴 祖父也不止 应该算什么呢 算是泰公 各位 你猜如果日本球迷 向中国球迷大叫 日本永远是李泰公 你猜大陆人有什么反应呢 我想从此 没有一个在大陆生活的 日本儿童 敢上学 我想在大陆生活的日本人 真的要请保镖 才敢出街 因为分分钟 被新义和团斩 大陆球迷叫得出这句 中国永远是李巴 这样的口号 他们没想过 最后 更加更加出丑的是他们自己 由这一点 又可以看到 中国人的DNA 失败之后 耻辱之后 很快就会忘记 忘记得一干二净 他们永远不会反省 亦不会检讨 不会改进 好了 一到有小小成就 马上 叻不及 马上自我膨胀 将小小的成就 讲到天下无敌 第一时间 便会脱离现实 大家知道 主席 他是我的偶像 我这个偶像 正正 就是这样的人 所谓一朝得志 予无伦次 中共得到少少经济成绩 以为全世界都要怕他 他以为自己已经大了 什么东海 南海 台海 九段线 十段线 十段线 十一段线 全部是他地头来的 自古以来 倒是中国的 面对国际社会 有什么坏了 瘀了 七出国际 很快忘记的 一有少少少成绩 马上有这么大 吹这么大 最重要的是 力不及了 力不及就马上 勒庆全世界 大家不要忘记 习近平当年 就说他是一个球迷 大家还记得主席为了发足球梦 保守估计 最少用了五千亿人民币 各位最少五千亿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打造出一队 FIFA排名111位的 根本不入流的国家队 而习近平自己知道坏了 又烂尾了 从此再没说过半句足球了 好像国足那么糞与他无关 而大陆球迷偶然赢印尼一球 竟然嗨到大叫 中国永远是里巴 所以当你了解这个民族 了解这一帮人 你就会完全明白 这些民族的性格DNA 根本没得改 只有很少数很少数的大陆人 知道反省 知道什么是错 知道什么是黑人真 而主大部分大陆人 沉醉在一种 狂妄自大的幻觉之中 而更重要的是懂得反省的大陆人 还要被批斗 这一点是更加令人知道这个民族是没得救的 OK 说完球迷 我们又看看另一单 北京老粉红的笑话 大家知道 现在中国大陆 不止仇日 早前更加 有人用刀 刺伤美国人 有这样的事件 总之就是仇爱 我亦出片讲过 中国经济萎缩 仇爱情绪 更加大有市场 所以 遲些 堆塌洋人事件 将会不再是新闻 打洋人更加是常态 不过今次大陆的老粉红打洋人 结果洋人一还拖 老粉红马上落荒而逃 那就值得讲讲 因为由事件的细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穿大陆人一些特质 这事件是这样的 三日前 社交媒体X上 出现一条短片 一个洋人 一个人 在北京乘坐地铁 他在地铁车厢 坐在近门口的尾位 右手边是透明玻璃 左边是另外一些座位 但洋人的左边那两个位 都没有人坐 而当时车厢 是多少人 很多人要站 很多北京的人 都不想坐洋人旁 这一点已经反映出外国人在大陆 现在是什么处境 这个洋人戴眼镜 也戴一个黑色口罩 车厢里面也有不少人戴口罩 这个洋人一个人在看一份蓝色文件 可能是报章 或者很薄的刊物 画面确定不了洋人在看什么 总之不是一本很大的书 这个时间一个大陆的中年男人 站在地铁车厢门口 即是洋人的旁边 这一点也很正常 因为可能他很快下车 离开车厢了 谁知道这个男人突然 就中过头 去看洋人手上那份文件 跟着这个中年的大陆男人 就向那份文件 吐口水 口水液流了少少 入洋人右手 这个洋人都很鸩定 先放下份文件 然后抬头 看着个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似乎是洋人离开车厢 我还以为这个老粉红是恋洋人出去脚抽 怎知道又不是 这个洋人显然也不懂得什么智慧术 他仍然没有起床 仍然继续抬头 跟老粉红说话 这个老粉红不知道洋人说什么 竟然有污下他的头去听 洋人马上推开老粉红的头 怎知道老粉红竟然 吐口吐口水 直接吐到他的面 这次洋人生气了 但是洋人仍然坐在那里 用份文件 打老粉红一巴 说真的打那巴非常非常势力 老粉红被文件打了一下 跟着一大巴刮到洋人的面 洋人被刮到整个人向后跌一跌 这个时候洋人才会起床 来到这里我先讲一些 智慧术的常识给大家知道 首先任何车厢冲突 如果你想保护自己 有几点是大忌的 尽量要避免 第一就是你坐在前面 对手坐在后面 你要扭个身 转转身后面 跟对方打 这样是很难打的 很危险的 所以记住记住 无必尽废 正面面对对手 第二点 就是你坐下 而对手站 那就是大事 因为站的一方 一动手 就可以利用体重去发力 同样打出一拳 从高位向下打 力量大很多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两个男人 两个同样150磅 打到滚在地上 骑在上面那个一定有点 因为他每出一拳 都加起本身的体重 而被压住的一方 想推开 站在上面的人 每推一下 上手都要用过百磅力 真的一般没有训练过的人 推几下 已经无气无力了 所以大家记住 室内的冲突 千万不能坐在里 记住要自卫 站位是重要的 站在里才是重要 我举一个 昨晚发生的例子 昨晚我八点几 必须走经一条 高速公路上边的行人天桥 我住英国的城市 当地的洋人街坊 都特别提醒 群组经常说 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走那条天桥 偏偏我昨晚我就不理提示 照样一个人走这条天桥 过对面的 真的突然间 我对面有个大赤佬 迎面就走过来 这样的情况就形成 两雄相遇 狭路相逢 这样的局面 我第一个反应 是Mark的好位 我首先怎样呢 尽量贴着天桥的长身去走 因为那条天桥两边都是石屎高长 高到琴都琴不到过去那些 我这样的站位有个好处 真的打起来 我可以顾小一个方向 另外假如对方用力 推我了墙 撞我了墙 我都没有撞得那么认 第二 我马上在袋里 拿一张纸巾出来 扮身避水 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双手 可以很自然 很自然地 保护着我的头 我这样的动作 既不会挑衅对方 亦不会突然被对方攻击到我的头 整个过程很流畅 然后我精神上马上 快速思考 如果动手的话 我可以怎样应对 我是不是可以快速的 抱腿 把大只佬打到地上 又或者我没有机会插眼插到大只佬 我不断思考 简单地说 我就是很自然地保护着头部 然后很快速的规划下 我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这个就是智慧术的重点 不过当然 最后 俠路相逢 其实是各自归家的 不过这些智慧术的基本常识 肯定是懂得比不懂的 OK 讲回正题 这个洋人终于生气了 一起身 就捉住老粉红的右手 老粉红的手一勃勃开 洋人马上一个直拳 兜口兜面 打中老粉红的面 洋人跟着 拉住老粉红右手 再打多一拳 这拳更加打得应 之后洋人 几好 连续打几拳 其中几拳都是upper cut 即是抛拳 打了五拳抛拳 拳拳都打中 过程里面 全程拉住老粉红右手 老粉红完全无得走 终于洋人停手了 老粉红伸手出来 推着洋人 在那儿球摇 画面所见 老粉红应该有点流鼻血 不过不是流很多 之后洋人摸摸自己的拳头 肯定我知道 他自己也打得手痛 他拳头的骨应该有点痛 最后洋人 夹着老粉红 车一到站 车厢门一打开 洋人一手 推了老粉红出车厢 各位 为什么我这么详细 旁述这场打斗呢 我想说明 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老粉红 是要挑衅这个洋人 但你挑衅人家 起码你要有个plan 是不是 你挑衅人家 想骂人家 你到底想怎样 你到底想得到什么的结果 如果这个老粉红 想打洋人一身 你就不能让洋人 那么顺滩 站起身 如果你打算让洋人站起身 好 垂垂垂 公平打一场 那你就好好地打了 反正这个老粉红的身形 也挺高大的 一点都不输舍给洋人的 偏偏你一动手 就完全没有力还手的 你根本完全也没有还手的意志 你说一开拨 老粉红没有准备 不知道洋人真的会还手的 中了一拳 所以落入下风 但是中途洋人都停过一次手的 这个老粉红是完全没有还手的意志的 那时候要还拖 已经可以还拖了 但是这个老粉红就是零还击 零还击 低头任打 直至让人拳头打到痛停手为止 老粉红跟着就伸手求饶了 那各位这一样 不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反映了 你个老粉红首先发动攻击 哦 你原来一个战斗规划都没有的 你没有预计自己会中权的 不知道中了权怎么还击的 那各位一般人正面中一权 就不会暈的 因为如果没带拳套的话 震荡力其实很小很小的 但是鼻中一拳 就算不流鼻血 鼻都会很生气 好像发烧 有训练过的人 鼻一发滚 自然就会垂下头然后拼拳 外边看上去好像打烂仔架 但是拼两三拳 鼻就没那么生气 然后就可以站定和对手打了 显然这个老粉红完全没有任何实战经验 所谓见眉之注看到这个老粉红 这个新义和团这样的表现 就知道 主席手上的军队有多少实战经验了 主席手上的军队有多少规划战争的能力 一旦被强手还击 他们是不是可以有效回应呢 抑或好像片中的老粉红 完全不懂得怎么还手呢 可以这么说的 吐口水的时候 老粉红真是威风八面的 真是打的时候 你以为他奋勇作战吗 各位你想多了 太天真了 根本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 可以说吐口水就是打架吗 我上面讲的一场仇爱闹剧 有人把片段放了上youtube 片长1分12秒 我会把这条片的连结放在我今天这条片下面描述的位置 大家不妨抽点时间看看 事后有人查出片中的洋人 叫做佩提斯 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 教过哥伦比亚大学 又帮墨西哥政府完成 银行系统私有化 又帮过马其顿和韩国的银行 债务重组 还在北京开过摇滚音乐夜总会 而年纪佩提斯都接近七十岁 别人成七十岁的老人家 而这个大陆老粉红大约四十到五十岁左右 结果老粉红都被人打了 而事后大陆网民都认为 新的义和团挨打是值得的 还叫主席快点出手整治这些仇爱的乱象 他们其实不知道当年义和团都得到慈禧太后加持 这个北京地铁新义和团这棵韭菜 其实都是主席身质吞弹力的组成部分 只不过现在主席未叫他出手 他自己太早七出来出手 这个人错在什么错在七出来太早 最后我前面说 知禄反省 仇爱思想的大陆人 不是完全没有 真的有点 不过是很少很少很少 但这一小撮这么珍贵的大陆人 现在在大陆都受到打压 十岁日本籍南童被杀之后 第七日 即是所谓头七 有二百多名中国公民 联署签了份声明 他们还在南童遇害的学校前 举行一个小型的追导会 这些人联署就提出 如果他们保持沉默 只会助长仇恨 如果想防止未来悲剧发生 他们必须发声 否则不采取行动 就是耐弱 保持沉默等于是同谋 结果不出所料 很多实名联署的人 被国安人员传召去问话 审了两个几宗 最后的结论 就说这些联署 是一种对中共的挑衅行为 是反华势力 有组织处意行径 目的在煽动事端 破坏中国社会稳定 要他们马上删除所有网上的言论 各位这件事三日前 上了纽约时报 又再一次轰动国际 七出国际 又被西方知道 中共外交部就说 中国无受害情绪 不要将个别事件政治化 其实真相是 中国无得不表现 仇爱情绪 不是无仇爱情绪 而是无得不表现 仇爱情绪 哪个人劝人不要仇爱 那个人反而是煽动 这就是一个白卡帝国的主流思想 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 《黄里汉天下》 在这条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聆入去支持我们 拜拜